新闻第一线,资讯全方位,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仗着有美国给自己撑腰 澳大利亚一直都非常地嚣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其周边的一些国家 几乎被他们得罪了个遍 偏偏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莫里森仍然没有改变立场的意思 原以为自己尽可能地响应美国策略 澳大利亚就会得到美国的重视 没想到,大难临头各自飞 关键时刻,美国非但没有及时出手 对其表示支持,还呼吁全世界一同制裁澳洲 这简直令澳大利亚砸舌 看样子莫里森终究还是错付了 据悉,由于不能接受莫里森政府坚持实施封城措施 澳大利亚大量民众走上街头纷纷表示抗议 一开始,抗议者们还只是进行正常的集会 没过多久,整个现场都开始失控了 抗议者与警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警方为了对现场的抗议者进行镇压 即刻采用了暴力的方式 不仅仅对现场抗议人员使用粗暴手段 还面对老人都没有轻柔的意思 据报道称,当天澳大利亚警方甚至向一名年过七十的老人使用胡椒粉 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共和党人第一时间站出来 对澳大利亚做法加以谴责 全世界都应该立刻连起手来,对澳大利亚实施制裁 美共和党议员称,澳大利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 既不正常,也让人觉得十分的不能接受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澳大利亚的政府以及执法部门 已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仅如此,对方还认为 现在的澳大利亚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保留专制政权的国家 必须遭到制裁 而无论是通过制裁、抵制还是外交警告的方式 全世界都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总而言之,亲美下场不过如此 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他们确实认为澳大利亚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澳大利亚作为最忠实的美国粉 对美国可谓是百依百顺 对于澳大利亚亲美的行为 虽然澳大利亚也有很多高层警告 但是莫里森根本不予理睬 甚至与美国组建新的业态 小团体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核潜艇合同 导致澳大利亚得罪了很多国家 就在澳大利亚以为自己获得美国眷顾的同时 美国的制裁打得澳大利亚错不及防 当澳大利亚享受与美国的军事联盟时 很难想象蜜月期会如此短暂 美国之前还说会帮助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 没想到美国突然翻脸 还呼吁世界对澳大利亚实施制裁 事实上 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对付中国工具人 虽然被美国一次又一次坑害 可偏偏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美国 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甚至是毫无理由地跟随美国 时常在一些墨需有的世界上伤害我国 但是在美国背后不过是狐假虎威 但是在美国背后不过是狐假虎威 虚张声势而已 中国曾多次严厉地警告过澳大利亚 中俄关系持续恶化 澳大利亚需要承担挑衅 其实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合作也有许多原因 从根源上来说 两国都是欧洲移民后裔 并且两个国家都是有过航海时代 从历史上来说 两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航海时代开始的 这样高度的相似性 也就注定他们是同根同源的亲戚 上世纪美国在一战二战中大发战争 横财军事实力雄厚 国力强盛 二战结束之后 与苏联一起两极对峙 美国是资本主义霸主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也势必与美国站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 在广阔的太平洋上 北边就是中俄社会主义阵营 虽说澳大利亚属于西方国家 但是在边缘位置上还是东边 这时候的美国忙于冷战 对澳大利亚也无暇顾忌 直到九十年代之后 苏联解体 两极格局破裂 全球形成了多极化的格局 美国为了能够实现霸权之梦 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搜罗自己的小弟 使自己的阵营更加强大 在冷战时期 美国就已经拥有了北约组织 这是马歇尔计划 在军事方面的延伸 北约都是在西欧的一些国家 不仅有极大的军事意义 更是在意识形态上 与美国高度保持一致 因此同时间 军事与政治意义 对美国的霸权之路来说 是一把利剑 当然也有一些中东国家 也受美国控制 澳大利亚也是美国联盟中的成员之一 与美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 使得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附庸更加密切 澳大利亚为了能够更好地 抱住美国这个大腿 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冲锋陷阵 讨好美国 澳大利亚为了哄美国开心 还做出了很多伤害中国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站队 尤其是在美国背后 毫无理由地伤害我国 近日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 取消与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的全部协议 这件事成为近期国际上的焦点事件 不过 关于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 其实早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发酵了 就在中澳商讨签订这个合约的同时 澳大利亚出现了大量反对的声音 并且持续污蔑我国 这对我国来说是极大的不尊重 随后 澳大利亚总理对于已经签订的合约 说反悔就反悔 更何况澳大利亚没有任何的证据 就这样肆意污蔑 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真诚的心来合作 至国际法律不顾 至合作伙伴于不顾 亲手将中澳关系推向深渊 在去年疫情突发的初期 美国在国际舆论上大肆污蔑我国 美国的盟友国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澳大利亚也不甘落后 躲在美国背后大放厥词 跳出来指责我国 甚至有些议员扬言要我们割地赔款 作为对疫情的赔偿 这样极为不成熟的言论 居然是一个大国的高级官员说出来的 简直是可笑至极 澳大利亚的专家也分析到 如果澳大利亚这时候销毁合约 就要赔偿大量的违约金 并且与中国的合作也会就此结束 澳大利亚也会因为这件事 在国际上失去信誉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以后也不会有国家会和澳大利亚有港口合作 为了能够与爱国相亲相爱 不惜亲手毁掉与中国共同建设六年的贸易港 澳大利亚一直坚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 追随美国将会有一条更平坦的国际道路 但澳大利亚可能没有想到 这一选择将导致自己失去了中国的合作 中国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澳大利亚依靠中国巨大的市场 通过征收国内出口贸易税来增加国民就业 亲美的澳大利亚不知道美国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据报道 由于澳大利亚疫情危急 为了防止新一轮官方病毒再次出现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在全国实施全面封锁政策 消息一出 就引起澳大利亚人民的强烈不满 因此澳大利亚多次爆发大规模抗疫示威活动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的煤炭、铁矿石、龙虾、小麦和许多其他商品 需要出口到中国才能获得高额利润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买家 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和影响 往往超出澳大利亚的估计和承诺 显然澳大利亚政府没有意识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我们为澳大利亚提供了许多贸易便利 澳大利亚享受着我们给它带来的巨大利益 但是却不能承认其地位 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之所以反目成仇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两国对自身的利益太过看重 都不希望自己国家吃亏 反而闹得两败俱伤 中国的对外合作都是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 无论是面对强国的挑战 还是弱国的打击 对我们来说 只要做好自身应该做的 其他的都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心 现在在国际舞台上要想掌握话语权 首先要能够拿得出让人信服的东西 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他国的态度 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只有让其他国家认可且接受 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 像美国之前一直使用小伎俩 现在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很多国家的信任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 会成为美国发展的阻碍 至于美国和澳大利亚能否兵士前嫌 其实主要还得看澳大利亚 是不是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 给美国这位老大哥一个台阶下 如果美国看到了接下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了 自然不会对澳大利亚有太多过激的表示 美国与我国的合作显然是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 毕竟我们实力强大了 已经不愿意任美国摆布了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